第四十九章 智学 顾十八娘很快就说完了 看着车上散落的山山 江蝉 后破等忍不住地笑了 她原本以为多稀奇呢 结果这些都是顺和堂大堂里展示出来的 药室上最常见的假药 她曾好奇得多看过几眼 事情就是这么巧 真的山蝉 江蝉之类的 她可能分辨不出品次 但假的她却能一眼看出来 当然也有认不出来的 老丈 你这个拳蝎也是假的 可是这就是蝎子啊 她捏起了一个拳蝎 左看右看 这么大个 要不是已经先入为主 她实在不会将这个当作假的 一面想 一面拿出自己的拳蝎对比 看着看着 干脆一口咬了下去 啊 呸呸 她侧头吐了几口 都是沙子的 怪不得分量够组的 可 这怎么用药啊 老丈 你从哪里捉的鞋子 专吃泥沙呀 我喂的 老头回过神 瞪了她一眼 枯皱的面皮发红 似乎很激动 中药都是野生的 漫天遍野的都是 还真没有人特意去养 顾十八娘嗷了声 怎么让她吃下去呢 她好奇的看着蝎子问 小姑娘 这书给你了 老头根本就没理她的话 抓起书 扔给顾十八娘 若有所思的打量这眼前的小姑娘 顾十八娘小心的接过那本书 如获珍宝的打开 发黄的纸张 不算工整的字迹 激动的 手都有些发抖 车子一晃 那老者跳下车去 老丈 你到了 顾十八娘合上书 看着她问道 此时的车已经到了仙人县 正要进城 老者黑黑的笑了笑 摆摆手 也没说话 扯着麻袋 飞快的走了 混入人群中不见了 这个老头 顾十八娘看着她离去的方向 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书 这个老头是什么来历 也许不简单 大姐儿 小伙计势的 走吧 顾十八娘又看了眼 老者远去的方向 将书收好到 一层秋雨 一层凉 似乎是一眨眼 人们就换上假衣 顾十八娘站在厨房里 一面慢慢地喝着热热的汤茶 一面看着曹氏拿着一件旧假袄 在顾海身上比来比去 张着手 任母亲丈量的顾海 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里的书 现在是九月末了 他们一家依旧生活在这个小院子里 虽然吃的依旧粗蛋 穿的依旧寒酸 至少算是躲开了命运的安排的那条路 那一世的这个时候 他们一家已经生活在健康 这个时候 母亲已经被别有心思的 足中浪荡子弄到家里做惊喜 这个时候 哥哥已经不再读书了 更别提是备考 这个时候 自己像个傻子一般 被族中的姐妹们呼来喝去 而现在 那一切都没有发生 而且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顾十八娘闭上眼 不知道顾海说了什么 曹氏打了她的头一下 院子里响起母子二人的笑声 顾十八娘闭着眼 只觉得心里暖暖的 嘴角也不由翘起来 也许这样的日子就很好 再没有那些人 那些事 她有娘 有哥哥 有生计保证 这样 其实就足够了 十八娘 你忙去吧 放着 我来收拾 曹氏终于良好 方顾海往屋子里看书去了 转头看见站在厨房发呆的顾十八娘 笑道 我来吧娘 你别真手了 顾十八娘说道 一面利落的将网筷放入水中 手接触到冷水 下意识地回缩 吸了口凉气 怎么了 已经走进厨房的曹氏盲问道 一面抓过他的手 没事 顾十八娘笑道 想要收回手 修长的手指微微的红肿 还带着点点发白的水泡 曹氏的眼泪顿时就在眼眶里打转 这些日子 女儿比以前更加辛苦 晚上看书 看到半夜 白天呆在药行里 几乎连饭都顾不上吃 不小心烧了下 没事娘 顾十八娘收回手 笑道 忙着转移话题 面上带了几分喜色 娘 你知道吗 我知道白兽还有别的泡制方法 是吗 什么泡制方法呀 曹氏知道 女儿不愿意让自己担心 顺从地跟着她的话说起来 一面伸手帮她 抿了抿垂下的头发 我以前看的书上 写得有净制 七制 熬黄 土制 磋碎 这已经不少了 但刘宫的书上说 白树 锯齐造者 以蜜水操之 锯齐炙者 以姜之炒 我已经试着做了 并且有个人来抓药 我还说给她 她买了份姜汁炒白树 而且昨天来告诉我 效果很好 还说 要去给别的人说 让他们 都来我这里 专药呢 顾十八娘 原本是要转移话题 但说着说着 真的高兴起来 还有什么 比得到认可 更值得高兴的事呢 十八娘 真能干呢 曹氏慈爱地看着女儿笑道 娘 你不知道 以前不懂 觉得这药材泡制没什么 现在学进去了 觉得里面很有学问呢 顾十八娘 眉一角飞扬 面带喜色 曹氏看着她 唯有点头慈爱地笑 我一定会学好的 做一个好支药师 顾十八娘认真地说道 曹氏脸上闪过了一丝犹豫 她看着女儿神采飞扬 叹了口气 十八娘 这些日子苦了你 等你哥哥有了功名 她柔声地说道 顾十八娘 看着曹氏一笑道 娘 你不愿意我做支药师吗 女儿如今心思敏捷得很 在她面前 曹氏觉得自己 几乎是藏不住任何心思的 十八娘 娘没有看不起你 但你要知道 事情的确如此 女孩子家做匠人 总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曹氏叹了口气的 顾十八娘摇了摇头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我知道就好了 不需要做给别人看 曹氏是欲言幼稚 十八娘 娘知道你要强 只是 女儿家终是要嫁人的 咱们妇人们这一辈子求的 不过是嫁个好人家 不是 顾十八娘神情突然沉寂下来 她慢慢地摇摇头 什么不是 曹氏一浪 不会死要强 还是不是 不是嫁人呢 不是 不是嫁个好人家 就一辈子圆满了 至少对她来说不是 她曾经也那样认为 曾经以为 加入沈家 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顾十八娘闭上眼 将眼泪挡了回去 这一辈子 她的幸福 再不能依靠别人施舍 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别人 都是靠不住的 曹氏看着女儿神态 一瞬间变了 似乎很累 不由忙收住了这个话题 同时有些自责 日子已经这么艰难了 全靠女儿辛苦 才渡过难关 而自己却说了这样的话 虽然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但话里话外怎么听 都是嫌弃女儿做手艺人 十八娘 娘 曹氏扶着女儿的手 带着满满的愧疚和决心 最近 要行的生意怎么样啊 还行 比以前好多了 过十八娘对曹氏突然转移话题 有些不解 看着她道 娘在家也没事 过去给你帮忙吧 曹氏笑道 娘 过十八娘觉得心里热热的 她伸手摇着曹氏的手臂 不用 怎么 觉得娘笨 做不来吗 曹氏抬手刮了下她的鼻头 笑道 别忘了 娘可是做过水煮前些呢 故十八娘笑了 娘 那不是水煮 是水烫 是吗 都是水 还不一样吗 曹氏一面说道 一面飞快地将针线框放好 唱唱衣裳 和顾十八娘一起出门 当然不一样 一个字差别可大了 顾十八娘笑道 来吧 让女儿我好好教教你 那就有了顾师傅你了 母女的轻笑声 撒在巷子里 以来墙头鸟儿们的探看 十八娘年 三份 四份 四五 四份 四份